据说这学习鲁班书的人 拥有暗中操控别人命运的能力 但却也因此受到诅咒 此生观寡孤独残 必战其一 最后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有些人不相信 但从疑似作者鲁班的命运来看 似乎这个诅咒有一定的道理 鲁班生于春秋战国时期 本名叫公书班 因为生在鲁国 大家都叫他鲁班 公书家族的机关秘书十分有名 当时能与其匹敌的也只有墨家了 鲁班这一生发明了很多东西 其中墨斗 锯子 伞等等物品 至今依然在使用 不过关于鲁班最神秘的 还是他写的鲁班书 这本书一共分为四册 有三册阳卷和一册阴卷 由于时间久远 只还有一小部分阳卷还流传于世 记载了房屋工程建造的技巧 还有风水禁忌等等 鲁班书的音卷部分 据说记载了很多法术和咒语 工匠们将法术与器具结合 就可以产生十分神奇的能力 只不过随着音卷的流失 只有一小部分咒语 还在民间以口口相传的形式出现 虽然鲁班书具有神奇的魔力 但却是一本禁书 因为上面有鲁班亲自立下的诅咒 那么鲁班为什么要对鲁班书下诅咒呢 这与他自己的经历密不可分 据说鲁班当年刚结婚不久 却被朝廷抓壮丁去梁州修塔 鲁班虽然是万般不愿 但也不敢公然和公家作对 只能收拾行李去了千里之外 但让人奇怪的是 鲁班走了两年后 鲁班的妻子竟然怀孕了 这下是所有人都认为 是鲁班的妻子偷汉子 鲁班的父亲气得是满脸偷红 说什么也要把这个奸夫给找出来 不过儿媳妇却说自己非常冤枉 还坚持说这个孩子就是鲁班的 然而鲁班已经走了两年 怎么可能是鲁班的呢 儿媳妇就说 是鲁班经常晚上回来睡觉 还说若是公公婆婆不信 可以在晚上等鲁班回来 一问便知 鲁班的父亲当然不相信 还以为是那奸夫花言巧语 骗了自己的儿媳妇 于是就躲在暗处 准备将这个奸夫是一举抓获 这天晚上鲁班的父母等到大半夜 突然看到一个黑影从天而降 直奔儿媳妇的房间 鲁班的父亲心中大怒 忙上前捉肩 没想到来人竟然真的是自己的儿子鲁班 这下事情真相大白了 原来鲁班自己做了一只木鸟 这个木鸟飞行速度极快 千里路程也就是旦夕之间 鲁班的父亲是大感神奇 自己家族的奇宽术虽然惊奇 但却没有到这种神奇的境地 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鲁班告诉父亲 这是因为木鸟施加了自己的咒语 没有咒语的人是无法操控的 然而鲁班的父亲并不相信 他趁着儿子和儿媳睡觉的时候 骑上了木鸟冲天而去 由于鲁班的父亲不懂得咒语 根本无法操控 就这样 他在天上是飞了一夜 在第二天早上 木鸟载着鲁班的父亲坠落在地上 就此一命无呼 鲁班得知这个消息后 是十分的难过 为了不再出现这种悲剧 他将咒语交给了妻子和母亲 但是这悲剧再一次发生 鲁班的妻子在体验大鸟的时候 由于兴奋过度 刺激太大 导致这羊水破裂 乌乌留了木鸟一身 木鸟不怕水不怕火 就怕这乌乌上身 结果呢 木鸟法术失灵 直接栽向地面 不到一个月 鲁班失去了父亲 又没了妻子和孩子 这让他是万分绝望 鲁班认为 木鸟在空中过于危险 于是将木鸟销毁 不过啊 他又担心母亲自己在家 有点事情无法处理 于是呢 鲁班又为母亲 做了一个木马 木马呢 也能日行千里 这样呢 母亲就能经常来找自己了 然而这一次啊 不知道是母亲念错了咒语 还是怎么回事 他的母亲呢 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接连的打击 让鲁班是万念俱灰 他认为啊 一切都是他的错 他就不该学会这些机关术 不该会这些咒语 于是呢 鲁班立下诅咒 凡是学习鲁班书的人 都会观寡孤独残 至少缺一门 鲁班书有多神奇呢 由于很多东西已经失传 再也没有人能见到 会飞的木鸟 以及日行千里的木马 但是啊 在民间 依然有很多 关于鲁班书的故事 流传下来 比如 关于鲁班书中的医术 在河南地区啊 有一个小伙子 他小时候呢 曾经发过一场疾病 药食无用 医生们也束手无策 无奈之下 他的家人只能请来家里的一个远房亲戚 据说啊 这个亲戚就曾经受过鲁班书的指点 这个亲戚来到之后啊 用脸盆接了半盆水 然后呢 在水里面起了伏 平常人看不到水里有什么 但是啊 这个亲戚却说 他从盆里看到了曾经发生的事情 随后啊 他问这个小伙 是不是去过一座塔 有没有做一些触犯塔神的事情 小伙想了半天 突然想起 他之前去市区参加竞赛 的确去了一座塔 并且啊 在塔下 小便过 这一下呢 小伙对于这个远房亲戚的本事 再无怀疑 在这位远房亲戚的帮助下 小伙很快就痊愈了 几年后 小伙向家人打听过 这位亲戚的情况 得知啊 这位亲戚在不到60岁的时候 就死了 这位亲戚很想要孩子 但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孩子生一个就死一个 最后啊 没有一个孩子能够长大 他唯一的一个女儿 还是他收养的 或许啊 这就是鲁班书的诅咒 学习鲁班书的人 观寡孤独残必战其一 而且也难以偿命 最后不得善终 在近代 鲁班书已经流失的差不多了 由于历朝历代的官方禁止 鲁班书只能在暗中传授 通常呢 都是一个师父传一个徒弟 而且啊 都是在深夜 由师父从狗洞里 把书传递出来 而且啊 想要学习鲁班书 还要经受师父的考验 这种考验呢 是十分的离奇 比如说 有的要吃师父咀嚼过的饭 有的呢 要吞下 削尖的树枝 有的呀 要干咽狗毛等等 有人说 如果不照做 师父啊 就不会教 还有人说 并非是师父不会教 而是如果不照做 教了也不灵 所以不如不交 虽然学鲁班书的人已经非常少见 但在民间 还有人在供奉鲁班的神像 很多手艺人呢 也将其当作祖师 只不过这些人啊 有没有那些神奇的法术 就不得而知了 其实关于鲁班书的神奇和诅咒 还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 说在明朝末年啊 有一个张才主 做生意发家 为人乐善好施 是一个大好人 这天呢 他想要翻修一个花园 就让管家张罗找人翻修 并且叮嘱给够工钱 好生款待 结果啊 这个管家在其中是中饱私囊 苛扣了很多工钱 这些工匠呢 都是看过鲁班书的 他们被管家欺骗 只认为呢 是张才主 苛扣他们的工资 于是呢 就在花园的凉亭里啊 做了收缴 于是呢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 张才主家道迅速中落 只能将房子卖掉 回到老家 安度晚年 而接手这个宅子的呢 正是他的管家 张才主回到家后 需要对老家进行修缮 于是呢 也找了一批工匠 没想到啊 这批工匠 正是当年翻修花园的工匠 双方在一同了解后才知道啊 当年是一场误会 都是那个管家的罪恶 工匠们十分愧疚 于是呢 就在翻修老宅的时候啊 又动了一番心思 不出几年 张才主竟然又靠着好口碑发家 那至于那个管家啊 由于梁亭的存在 也受到了影响 他的小妾与人合谋 倒走了他所有的家当 而管家最后也因病 卧床不起 很快就一命呜呼 不过那些工匠最后 似乎也没有善终 他们也是死的死 残的残 要么呢 就是家人早亡 要么自己是英年早逝 活下来的 也都是孤独终老 鲁班淑的各种神奇法术 以及诅咒 为其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但实际上啊 谁也无法确定 这鲁班书上什么内容 是否真的是鲁班所作 很多人认为啊 这就是一些工匠 假借鲁班的名义 写的一本书 真实的鲁班书呢 只有两册 一册是机关建筑 一册呢 是医术和法术 其实鲁班书的真相 或许没有那么神秘 这只不过是 因为在古代 工匠的地位十分低下 导致很多的商人恶霸呢 仗势欺人 做完工作后 不节工钱 在这种情况下 这工匠们呢 很难有有效的办法 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 再加上在古代 工匠们之间的竞争呢 也非常激烈 于是啊 他们就剖制出了 鲁班书的故事 有了鲁班书的神奇之后 那些财主恶霸们 就会有所顾忌 毕竟 谁也不知道这些工匠 会不会暗中下什么手段 至于那些诅咒 则是减少更多的人入行 这样呢 竞争就会小一些 他们的生活呢 也能够继续下去 不过这种说法 也是基于现实情况的推测 毕竟 谁也无法证明 这些传言中的事情 或许 只有找到鲁班书的下策 才能解开这个谜题